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很多的世界朋友连我们车上最基本的八大隐藏功能都不知道 那真的是太浪费了 那么今天实力就手把手的现场给大家演示 这几个功能该怎么去使用的方法和细节 首先第一个功能也就是我们这个遮阳板 很多的朋友他就以为这个遮阳板打开来 这里有一面镜子啊 这个镜子就是要来遮量载的 那你就错了 这个位置他是有一个小机关的 我们只需翻开来之后 在太阳天他不但可以挡侧方的阳光 而且这样的话还可以挡前方的阳光 对于我们这个附加式的遮阳板 很多的朋友以为这个镜子打开来 就是用来照亮丽的照妖镜 那你就错了 同样的这个位置搬开来之后 他不但可以挡侧方的阳光 而且还可以挡前方的一个阳光 这个就是遮阳板的一个隐藏功能 第二也就是我们这个抽类后视镜 很多的朋友以为就是这样直接看后面 但是对于阳光比较好的时候 它是有这个反光的啊 那么这个位置 它是有一个防旋墓功能的一个开关的真理 我们只需搬开它 那么防旋墓功能就已经打开了 第三也就是调节我们手握方向盘的一个指示 很多的新手朋友刚开始开车上路的时候啊 要么就是把这个座椅调的很靠前 就是这样握方向盘 或者是呢 就是这样握方向盘 这些指示啊都是不对的啊 而正确的一个手握方向盘的一个指示 当你调整好这个座椅之后 我们这个手掌伸直之后 要刚好达到方向盘的上延的这个位置 为什么要达到这个位置呢 这个时候我们手握方向盘 我们双手这个位置啊 才有一个弯推的一个幅度 这样的话我们不管是往左还是往右都非常的零便 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了啊 我们这个手掌伸直之后 达不到方向盘的上延该怎么去办呀 这就是有一个隐藏功能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方向盘下面的这个位置 它是有一个手柄的 我们可以扳下来之后 那么我们这个方向盘 它就可以啊 上下拉伸 以及这样前后这样啊 调节以及前后这样拉伸了啊 这样的话 就可以根据你的身高 坐姿 让我们这个手掌能够达到方向盘的上延 这样握住三九点钟方向的话 才是一个正确的啊 手握方向盘的一个姿势 第四一个隐藏功能 这也是很多的细手朋友 不知道的一个点 也就是很多的朋友啊 细这个安全带的时候 这个安全带 要么就是从这个脖子 这个位置啊 这样子下来 那只这个脖子 他也不管他 或者是说 从这个位置下来 哎 他也不管他 你这样的话 它是起不到一个保护作用的啊 他很多的朋友 他不知道 这个安全带 它是也是可以 高低这样调节的啊 它是有一个隐藏开关的 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也就是安全带 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他这里 他是有一个开关的 可以上下 这样调节的 根据你的坐姿升高啊 调节到一个合适的一个角度 调节好之后啊 这个位置 他就刚好 从这个锁骨的这个位置 这样下来 才是一个正确 绑安全带的一个知识 第五 很多的朋友 去加一站加油的时候 他就不知道 这个油箱盖 是在车子的左边呢 还是在车子的右边 其实这样 我们只需在主驾室 仪表盘的这个位置 看这个油箱的标志 这里有个箭头 箭头指向哪一边 那么我们这个油箱盖 就在哪一边 第六 也就是我们这个车子 车门上啊 他有一个儿童锁的 很多的朋友 他就不知道 这个儿童锁 究竟有什么样的功能 也就是说 如果你家里面 有小孩的话 只要你打开 这个儿童锁的这个开关 那么就算在车内 他去搬动这个开关 你这个车门 它是打不开的 只能从我们车外 从外面可以打开 从里面 它是打不开的 这个功能的话 对于家里面 有小孩的朋友 那就特别香了 打开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用钥匙 怼进去 直接这样一翘 它就打开了 非常的简单 第七 也就是后视镜的加热功能 如果不打开 后视镜特别容易挂水珠 但是有的车 显后视镜的加热开关 它没有在后视镜的 调节开关的这个位置 而是集成到了这个 空调面板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后挡玻璃 储物按键 大家可以去测试一下 打开这个开关 然后等待几分钟 用手摸一下 这个镜片 它会不会发热 如果说有发热的情况 就证明你的后视镜的 加热功能 是集成到了这个 后挡玻璃 储物按键上的 你把这个功能 就特别的香了 可能很多的朋友 车都开了好几年了 也不知道去设置 这个一键升窗功能 很多人说 一锁车 这个车窗升不起来 其实我们只需按照 这个钥匙 这个锁与开锁 按照三秒不动 那么这个 设一键升窗功能 就已经设置完成了 那么当我们下次锁车的时候 锁车之后 这个车窗玻璃 看到没有 它就会自动的升起来 这个功能是不是特别的香 都有以上几个隐藏功能 只要大家根据你的车型 提前懂得的话 那么对你用车的一个感受 就会提升几个档次